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光转瞬即逝 来到250年后的江户时代 龙泰轮回转世在一家丙屋做起了学徒 但由于人比较忠厚老实 手脚又不利索 总是受到同事的排挤打压 这天 卢屋道长正好路过丙屋 龙泰笨手笨脚的把一桶脏水泼到了他的身上 连声道歉后 龙屋一行人还是不依不饶 此时 在一旁丙屋的常客 熊大夫出面帮龙泰调解 将一盒糕点送给龙屋他们以示歉意 这才化解了争端 然而 熊大夫这么做是因为看中了龙泰的老实本分 人品不错 希望他给自己帮个小忙 原来最近啊 这个熊大夫正在给一个富商家的大小姐李美治病 在治疗过程中 他却看上了小姐身边的侍女 带个老实人过去当幌子 制造机会 自己就能跟侍女单独相处 拉近距离 简直是太有心机了 佩服 实在是佩服啊 而大小姐李美和龙泰是一见钟情 心生爱慕 彼此之间都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是的 没错 他俩就是前世的恋人 爱情的种子重新在彼此的内心萌芽 此后 龙泰经常会做出可口的糕点 隔三差五的来看望李美 一来二去 两人的感情是日渐升温 爱意渐浓 有了李美的夸赞 龙泰制作糕点的记忆越发精湛 而李美有了龙泰的陪伴 她的顽疾也正在逐渐康复 两人一起逛街 一起品尝美食 守望爱情 幸福无边 就这样 李美和龙泰度过了两个月的幸福时光 不料 李美的父亲却突然宣布 要将女儿嫁给城里数一数二的富商之子 若两家人能够联姻 自己也不用那么辛苦 你这不就是把女儿给卖了吗 女儿虽极为不愿 但也无计可施 而在一旁的龙泰更是黯然神伤 心如刀割啊 前世未果本来可以再续前缘 不料却又遭劫难 难道今生他也要痛失爱侣吗 面对老爷送上的分手费 龙泰是愤然拒绝 痛苦地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几个月后 龙泰在另一家饼店当起了师傅 所教授的糕点正是原来做给李美吃的那一种 可见他对这份情是依然的留恋啊 糕点店老板也时常劝解龙泰 年轻人看开点 缘分这东西可遇不可求慢慢来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但显然对于这段感情 龙泰是真的很难放下 一天夜里 龙泰刚到家门口 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他 定睛一看 居然是李美和他的贴身侍女 简直是不敢相信 你现在是有夫之妇 竟然大晚上跑到我这个单身汉家里 实在是有损你的名解 赶紧打住啊 然而此时 李美才将实情告诉龙泰 那桩婚事我早就拒绝了 你以为不会任由我爹的摆布 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吗 对于我来说 能和龙泰永远在一起 才是人生中最大的幸福啊 说到这 侍女非常识相地离开了 两个相爱的人紧紧相拥 感受着对方的温存 此后的七天 每天晚上 李美都会准时来找龙泰 深入探讨彼此的心灵世界 第八天 龙泰迫不及待来找熊大夫 希望他能帮自己去李美家里提亲 毕竟自己和大小姐认识 还是熊大夫帮的忙 虽然熊大夫本意是想自己搞对象 没想到成全了龙泰 现在听到龙泰说 提亲的对象是李美 熊大夫顿时就面露惧色 有没有搞错 你他妈别吓我 李美早就在三个月前 因为相思成疾 病情恶化 撒手人寰了 就连我那个侍女对象 也追随大小姐而去了 你瞅瞅你那损腮 你这个鬼样子 搞不好自己都会挂 可龙泰根本就不信 毕竟他每晚都能见到李美 说着就跑回了家 等待李美的再次出现 而熊大夫也觉得蹊跷 拉着卢屋道长去找龙泰 刚来到门口 道长就听到里面 两个人亲亲我我的声音 立马就怒斥熊大夫 你个色鬼大夫 虽然耗这一口 半夜不睡觉 带频道来听这个 我可没这兴趣 但熊大夫却辩解道 我确实只听见一个人 在自言自语 哪有两个人呢 卢屋回应道 嗯 是 那代表 你更变态 说着 两人拉开门 一探究竟 我的妈呀 龙泰正抱着一副 骷髅喃喃自语 吓得两人 狮声尖叫 拔腿就跑 普通人被吓得逃跑 也就算了 你堂堂一个 名门之后的阴阳师 也跟着跑了 我也真是醉了 隔天 龙泰在卢屋道长 和熊大夫的陪同下 三人来到李美的墓前 道长告诉他 面对现实吧 你再这么下去 神仙都救不了你 来来来 看看 看看你自己这张脸 跟个僵尸 有什么分别 龙泰 这才幡然醒悟 入夜后 卢道长提前在龙泰家中 施法布阵 再三叮嘱他 等下李美姑娘来了 你绝对不能出去 也别吭声 想活下去 就必须听我的 话还没说完 一阵清脆的木鸡声 就由远至近的传了过来 李美不停的呼唤 龙泰的名字 让他开门 眼看着龙泰有些意志崩溃 就快要顶不住了 熊大夫一把抱住他 我说李美姑娘 你这么做 是有为天理的呀 人鬼殊途 怎么可能结为夫妇呢 伴随着一阵雷雨声 一下子激起了 李美和龙泰的前世记忆 龙泰想起了 自己前世的承诺 他一定会取李美为妻 龙泰怒喊着 就算没了这条命 我也要兑现承诺 无怨无悔 卢巫道长连忙劝解李美 不要再纠缠龙泰了 你已经死了 即便是你无意伤害他 强行在一起的话 也会吸取龙泰的氧气 害死他 李美无言以对 转身看着身后的侍女 但他已经慢慢化为一堆白骨 此时龙泰挣脱结解 跑了出来 但李美却不让他靠近 他希望龙泰能够 好好的活下去 今生能够相遇 他已经很知足 很幸福了 但愿来世吧 但愿来世相遇时 我们的命运不再坎坷 再见了 龙泰 随后 李美也慢慢化为一堆白骨 随风而逝 夜空中 缓缓飘落 晶莹的雪花 时光飞逝 2003年 两人终于相遇 李美是一名护士 而龙泰是一位患者家属 虽然他们没有前世的记忆 双方也都互相不认识 一切又将从头开始 但这次相遇 注定又将上演一场美丽的邂逅 牡丹灯笼 是日本民间最著名的鬼怪传说之一 与四股怪坛 鼠盘月女齐名 并称为日本三大怪坛 像牡丹灯笼这样的影片 还有很多 版本是五花八门 文艺形式也是多种多样 虽然都是穿越三段时空 延续三世情缘 一场千年爱恋 但这一版 无疑是我看过的 最好版本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 还想继续看下去 请在评论区点赞 留言告诉我吧 我是大师姐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获取更多的电影推荐 请关注订阅 习诗聊电影 我们下期再聊